好 赶紧啊 慢点啊 好好好 芷兰 你今天的表演真不错 谢谢 桂姨 你怎么在这里啊 怎么了 就不信我们这些老太婆 来看看你们的文明戏啊 傻孩子 不是这么弄的 哎呀 早就听说我们二小姐啊 是个成爵的了 今儿见了 果然不疼凡下 桂姨啊 现在我们不叫爵 叫做明星 更何况 这只是个爱好罢了 其实叫什么都一样 那以前啊 他们都管我叫妻子呢 就因为这个 他们货家上上下下的人 都看不起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桂姨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 是吧 其实啊 像咱们这种 在戏台上的人 怕的就是人戏合一 纵然你在戏台上啊 爱得再死去活来的 是不是 可是卸了庄 还得回家过日子 你桂姨啊 是过来人 凡事想开点吧 桂姨啊 纸兰不明白你的意思 这个 不 时代不一样了 人也不一样 你比归于我有姿色 要不就中到底 要不就干脆放弃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我这是为你好 我总觉得你挺像 年轻时候的我 看到你就像看到我自己 如果当年 我知道珍惜爱情的话 也不至于现在 给人家当义太太呀 是吧 好了 我走了 我走了 台上做戏 台下做人 好了 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些 大家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安排工作了 大少爷 自从我们跟洋人合作 生产速度是快 可是我们缺乏 这方面的管理人才 比如说 要进些新材料 学个新技术 说不定哪儿出个毛病 我们这些老人 就只能大眼瞪小眼了 拿着人家的合同 却什么都看不懂 那你的意思是 我想请些新人 懂技术 最起码要汇洋门 按老爷的话说 就是我们再也不能指着 那些洋鬼子过日子了 二叔 你认为呢 是个不错的提议 这个问题急需解决 但未必要用外人嘛 如今兵花马乱的 找人还是得找 知根知底的 眼前 就有个现成的 听二叔的口气 好像有人选了 是谁啊 请 芷兰 姐夫 来 芷兰 芷兰是上过洋学堂的 念的是经济 她知道怎么和洋人打交的 再者 她是大少奶奶的亲妹妹 大家自己人 知根知底 不怕干了一半料条子 冬青 你觉得呢 不错 芷兰的确是个人才 但她现在 还太年轻 芷兰 你真的愿意来厂里帮忙吗 我愿意啊 经验方面是可以积累的 如果你觉得她太年轻 可以先让她做一些 辅助性工作 我想发一个说明书 是不成问题的啊 那好吧 芷兰 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干的 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不会辜负你的 姐夫 谢谢您啊 二叔 好好做 别让你姐夫失望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孙中山先生病逝 举国哀吐 上海爆发五萨运动 中国再次陷入 兵荒马乱的动荡之中 保证 岁子 任何 управ samo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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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手 蹲 现在局势这么乱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能够养活一家大小 已经很不错了 我相信我们厂里 是不会出现 工人罢工的情况的 东青 芷兰的话你听见没有啊 东青 你不能这样子 你是货家的当家人 要是在这个时候 出什么岔子的话 二叔 我知道 你是为我好 可你知道吗 现在中山县上走了 现在中山县上走了 你看看外外的情景 哪一个没有狼子野心 洋人对我们 也是虎视眈眈 想到这些事 我心里就 董青 这些不是我们能左右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 把厂子撑下去 不管外面有多乱 你都不能乱了阵脚 这份计划书 是芷兰做的 你们商量吧 我还有事 好 你看下这份计划书 还有什么问题 谢谢你 如果没有你 这段日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 其实很多事情想开一点 这个社会还是要往前走的 有些事情老百姓也控制不了 唯一能做的 就是做好手中的事情 这样才算是为国家效力吗 可我不能看着中国就这样乱下去 我们怎么能坐以待毙 你想想 我们四万万同胞 每天都在挣扎 我还记得 当年我和钟山先生一面之缘 我们这次 先生对我说 中国的命运 就在我们每个人手中 不要想那么多 很多事情你做不了 让我来帮你做 好不好 什么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这份计划书有问题吗 时候不早了 你姐姐还在家里等我 我不想让她担心 这样吧 我们回家去谈 你跟武侠也好久没见了 好吗 好 走 好 啊 又 好啊 大嫂 这是我想出的办法 在阳文旁边写上中文 这种办法保准你记得又快又好 大嫂 快试试 好 你 我要 你 大嫂 我不是慢 我是坊 哦 嗯 你 坊 大嫂说得好 洪玉 要不要过来一起学啊 哦 不 哦 大少爷 您回来呢 大嫂快点 洪玉 你怎么不在学堂念书 二姐你忘了 我现在放冬架 再说了 你要让我带些苏州的土特展 给大姐 里面坐 东康 你干嘛呀你 大哥 你看我像不像火车 像 像 火车该怎么 吴侠 不忙 我和芷兰还要商量一下常理的事情 你先忙吧 来吧 姐夫 这是工人提出的要求 我大概做了一个财务的报告 你看一下 好 来 先喝杯茶吧 不是跟你讲先去忙吗 快 虽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 还是以平均分配为大原则 不然我们的工作无法展开 而且琐碎的事情 也没办法处理 不过这么一大笔数目 公司的账上 会不会有问题 我算过 绝对没问题 说白了 就是拆东家补西家而已 我们减低工人文艺活动的经费 把它转为实在的经济利益 分到每个人的头上 这样做就不会出现赤字了 很好 这些数字不会有错的 你看 姐 你在绣什么呀 没什么 大嫂 你看 共同语言 出血了 好 怎么了 什么事啊 怎么样 没事没事 你去忙吧 大姐 我帮你找药去 这么好 没事的 properties 交给们 菇 Organisation 三小姐 二叔 对不起啊 我大姐的手受伤了 我帮她找药 才这样误打误撞地 走进来的 还有 我闻到这里有一股 南方特有的檀香味 我觉得北方应该没有 所以我才想进来看看的 你没觉得 她和你长得很像 对 她是我妻子 不过我已经过世了 对不起啊 你喜欢这个盒子 我觉得它很好看 很精致 也很漂亮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好看的盒子 还有 我走进这个房间 觉得这里的家具和摆设 一点都不像北方的样子 而且 我好像回到了 小时候的苏珠老家一样 这个檀香味道 怎么会在这儿有呢 你的问题还真多啊 这个盒子 是她生前最喜欢的 难道在这个世上 还有一个知己 她也是苏州人 这里的一切 都是按照她生前的样子 摆设的 那么多年 从来都没有动过 除了我 对了 还有你 再没有人 进过这个房间 你很爱她 那时候 我很喜欢吃苏州的点心 什么清明团子 栗子糕啊 苏苏软软的 我爱吃 她也喜欢给我做 不过 现在想吃都吃不到 你别难过了 她要是在听有灵的话 看到你这个样子 她也不会开心的 谢谢你 三小姐 你以后别叫我三小姐了 以后就叫我 红玉吧 为什么我会和她说那么多呢 天不早了 早点歇着吧 公司里那么多事情 我怎么睡得着呢 别立坏了自己的身子 我自己来 怕我发现这个吗 原来你都看见了 为什么要偷偷学洋文啊 我觉得 有的时候和你距离好远 你和芷兰说的那些话 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我也帮不上你的忙 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 你说 我是不是不算一个好妻子 你呀不要想这么多了 你当然是我的好妻子了 这样吧 等你学好了洋文之后呢 就到公司里面来帮我 嗯 这个怎么念 闷 no 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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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玉 你怎么来了 对不起啊 面粉没有发好 一争就没有原来的样子了 还有那个清明团子 原来北方没有爱叶 我以为可以用菜汁代替的 没想到一争味道也全变了 你千万不要和别人说 即使是大姐也不能说 对不起啊 我以为我能做好的 没想到味道全变了 对不起啊 我得一个苏州朋友给我做的 做得不错 我想你是苏州人 所以正好借花献佛了 哦 二叔 来 你太客气了 哪里 我吃了一块 样子虽然不好 可是味道非常不错 来 你尝尝看 怎么样 不好吃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那么适合东青 二叔 你说得没错 我觉得这段日子 我和东青的距离越来越远 不知道是我太敏感了 还是 乌侠 你不要这么多虑 这阵子场子里事情很多 东青有很大的压力 你要多关心他 二叔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二叔 二叔是过来人 什么都明白 好 有时间你也做点点心 我想东青呢 他会喜欢 哦 哦 你忙吧 这是 你的时候 我会不会 我看你 我会要 你会要 我还是要 你会要 你会要 你的 各位 你一定会要 我会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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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累 不想吃了 我今天去了 去哪 好 没什么 好 你不用等我了 先睡吧 我还有很多文件要看的 早点睡吧 嗯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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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老爷 你陪东青一起去 知道了 我这就给少爷准备去 爹 那我先去 好 来 东青 嗯 嗯 上次啊 我们吃了亏 这次呢 凡事一定要小心 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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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厮守三十春秋 可是啊 近来你是这般的郁郁寡欢 失去了旧时的高兴 好叫我心里为你拒忧 你知道我爱你是多么地深 所以才会如此地忧心 越是相爱 越是牵肠挂肚 正是这样 才显得你我其奴 芷兰 你演得真好 就跟真的一样 我都被你感动了 你再演一遍给我看 好不好 愿日月继续他们的周游 好让我们再厮守三十春秋 可是 近来你是这般的郁郁寡欢 失去了旧时的高兴 我相信你的话发自心田 可是我们往往自食其言 致愿不过是记忆的奴隶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总是有始无终 虎头蛇尾 像未熟的果子 秘补树梢 东青 怎么这么做兵啊 一招红烂 放心 不会有事的 离去之条 序门替我们种下冤猛 愿日月继续他们的周游 好让我们再厮守三十春秋 芷兰 很不错 进来你是这般的郁郁寡欢 失去了你旧时的高兴 好叫我心里 为你拒忧 可是我的主你不必疑虑 女人的忧伤像她的爱一样 不是太少 就是超过分量 好 你知道 我爱你是多么深 所以 才会有如此的忧心 越是相爱 越是牵肠挂肚 正是这样 才显得你我情浓 怎么了 我去趟洗手间 要不要我陪你啊 女人家的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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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还真好啊 对啊 你听到这些话了吗 这是真的吗 芷兰她真的会得动气呢 不 不 不会这样 上天绝不会这样安排 难道是我太多心了吗 可是 那些毒白 那些眼泪 分明都是给动情的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好 ι 怎么有 想不想不想不识 是不是 是的 你 可以啊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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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 是啊是啊 我自己喜欢她的 好 好 演得真好啊 好 也许 好 这一首的演唱 对 多漂亮 漂亮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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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要乱打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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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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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青 冬青 杀开 武侠 芷兰 冬青 武侠 快走 赶开 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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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侠 武侠 站在 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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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呢 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 芷兰 看到芷兰没有 芷兰 我要去找她 快 武侠 少奶奶 咱们现在就赶快离开这儿 快走啊 不行 我要去找她 让影响走 武侠 不能影响她 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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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啊 快走 快走 赶快走 冬青 快 快走 冬青 快走 快 冬青 冬青 快走啊 冬青 冬青 没事就好啊 我就怕贾巨父居心不轨啊 哼 好了 别送了 你和武侠也累了 早点歇着吧 爹慢走 采叔 今天的事 不要让爹知道 我不想他担心 少爷 你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嗯 嗯 武侠 你要去哪儿啊 你先回来 武侠 你不能出去啊 冬青 你为什么不让我出去啊 你们说芷兰被人救走了 可是那时候我怎么没看到 我不能把芷兰一个人扔在那个地方 万一他出了事 冷静点 武侠 我和财叔都看见 芷兰的同学把他救走了 真的 相信我 而且我估计 他们要对付的不是芷兰 他应该不会有事的 为什么一定要杀人 为什么一定要流血 我好担心芷兰 我好担心芷兰 武侠 相信我 我了解芷兰 他是一个聪明人 会保护自己 他不会有事的 你别瞎想了 这样 明天一走 我们就去找他 好吗 个 宗长 一切都顺利吗 基本上都解决了 不过 还跑了几个 我已经派人劝 他们跑不了 这次 我们在北平 算是名声大震 不知道 Young 其实啊 什么学生 什么乱党 我都不在乎 我就是要借着学生 要让北平有头有脸的人 都看看我贾巨富的厉害 贾宗长果然刚明 告诉你们 今天我还有一个特别的收获 郁芷兰 难道是 没错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这个郁芷兰 就是那个郁无侠的妹妹 看来啊 这次我们要钓到一条大鱼了 陈副官 有 命令弟兄们 一定要抓住郁芷兰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是 好 陈副官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大少爷 少女人 今天恐怕你们哪儿也去不了 爹 芷兰他绝不是 你相信我 芷兰他绝不会是乱党 爹 不管芷兰是也好不是也好 当务之急 我们应该先找到人再说 哎呀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那天在军政府里我就有料到 贾巨富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我们的 这不明白的 他是吓好了兆 等着咱们钻呢 可芷兰怎么办 说到底 她是无侠的妹妹啊 爹 芷兰年纪还小 不懂事 不过她绝对不会是乱党 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救救芷兰 你要是撒手不管 芷兰这一劫 肯定是逃不过了 我知道 都是我不好 是我连累了您 连累了东青 连累了霍家 但是爹 我恳求你 一定要救救芷兰 就是下辈子 让我为霍家做牛做马 我都心甘情愿 爹 无侠是我妻子 她的事情 就是我的事情 无侠 无侠 是我家的基业呀 你明白吗 你不要怪我 要怪 就怪你那个妹妹 不该惹上那些人哪 爹 爹 爹 不论 就怪我 你别怪我 我都心甘情愿 你别怪我 你别怪我 我都心甘情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问那么多 我已经在上面签过字了 你签个字就行了 大少爷 我看这笔款子数额这么大 又没有什么名堂 要想稳妥的话 是不是先问问老爷 难道我还不能做主吗 请 这 大少爷 实话跟您说 老爷已经吩咐过了 吩咐什么 董卿 二叔 你就不要为难他了 徐经理 你先出去吧 是 二叔 这件事他做不了主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说了你可不能怪你爹 知道吗 大哥今天早上 通知我和各部门经理 暂时停掉你手里的一切工作 什么 他怕你做傻事 大家都知道你中情义 但是有些事 不是靠情义就能行得通的 就像你这张支票 你以为用他就能换回纸兰吗 东卿你不要太天真了 这件事还有多复杂 贾俊傅他不就是为了钱吗 但他为的 不是你这点小钱 你说 还看到什么了 说 他们还说咱们货家可能撑不了几天了 说厂子里出了乱党 不但厂子保不住 恐怕连家都要被抄了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他们还说咱们货家 有个流洋念书的大少爷 那说不定也是乱党 爹 你怎么来了 真是说草草草草草就到啊 我们货家是一波未贫 一波又起啊 好好地摊上个乱党 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 你偏要武刀弄枪呢 你滚 滚 滚 你们看着芷兰送死吗 东青 怎么到现在 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思啊 我跟你说 芷兰的事情 我们货家的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 谁都不许管 谁要是管了 谁就不是我货家的人 这是为什么 我既然把这个家交给了你 你要负责任的不仅仅是玉无侠 整个霍家都是你的 我不能让任何人 毁了霍家毁了你 爹 董青 你是要做大事情的 我虽然没有念过书 但是我知道 人要做事情 有得就有失 我再告诉你一遍 与你家的事情 我们绝不管 来 他怎么还不回来 别着急 应该快回来了吧 再等等 我想他不会有事的 好 是谁呀 是安好 快进来 怎么样 都饿了吧 太好了 快吃吧 给 他们呢 那些被捕的同学呢 他们 他们都被枪杀了 被枪杀了 枪杀了 枪杀了 怎么会这样啊 怎么会这样啊 你们别哭了 别伤心了好不好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帮我转交一封信 到北平霍家 交到霍东青的手里 可以吗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了 好 你放心 我一定会办到的 只有他 他才会来救我 稍等我来 想开点 既然自有天相 二小姐不会有事的 可是 我们今天找遍了北平 还是没有芷兰的消息 我怕 不怕不怕 依着我说啊 这没消息是好事 禀皇马乱的 那二小姐走得越远越好 嗯 来 来 给你车去 好 好 来 甭长了 谢谢啊 大少奶奶 我 我是芷兰的同学 这是芷兰 让我交给东青的信 来 好 他们现在在哪儿 安全吗 他们就在 承熙郊外的一个小院子里 已经熬了好几晚了 大少奶奶 你一定要救救他们呀 还有 芷兰特地嘱咐我 一定要把这封信 交给东青 他说 东青一定会救他的 好 好 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他们 谢谢您 好 那我先走了 大少奶奶 我看你还是把这事 跟大少爷商量商量吧 兴许大少爷有好办法呢 我不能再连累东青了 你还没看出 家里的情形吗 大少奶奶 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可是生死攸关哪 正是因为生死攸关 我才更不能告诉东青 我不能害了他呀 东青已经被 停了手里的工作 我是他妻子 我既然帮不上他的忙 更不能连累他 那您打算怎么办哪 芷兰是我的亲妹妹 我不去 谁去 刘妈 你一定要替我保密 您路上小心啊 刘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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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来了 是个女的 你找谁啊 我是芷兰的姐姐 芷兰 你姐来了 芷兰 你怎么来了 冬青 是不是冬青来救我了 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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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青呢 芷兰 冬青呢 冬青呢 这儿没有别人 只有我 她为什么没来 她为什么没来 难道她没看到我 给她的信 不对 她如果看到了信 她一定会来的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没把信交给她 是不是你 没错 我没有把信交给她 我不能再看着 冬青出任何事 你明白吗 你嫉妒我 嫉妒 我怎么会嫉妒你 你是我的亲妹妹 不管你心里有多不喜欢我 这都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这个时候 我必须要救你出去 不用你来救我 芷兰 你为什么还是执迷不悟呢 我虽然不懂什么叫革命 可是我明白一点 每个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 你连这一点子做不到呢 好 搜 到那边去看看 那边有吗 爹 芷兰 你快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是你带他们来的对不对 快走啊 是你出卖我们的对不对 是你告诉警察的对不对 我怎么可能出卖你呢 你罢不得他们把我抓走 到这儿来 快拿走 不管怎么样 带她走啊 快走 带她走 走 走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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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你什么呀 别动 还挺有个性的啊 还真是霍家少奶奶 你现在是在我的大牢里 还想摆霍家少奶奶的架子啊 你呀 你说说你 年纪轻轻的 不在家里搞你的刺绣 非要参加什么乱党 你瞧瞧 闯祸了吧 我想啊 有你在这儿 我和霍家的生意 就好谈了 明天 我们就去见大少爷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陈副官 好好地伺候大少奶奶 是 大少奶奶 您还有什么需要吗 你们必须保证无下的安全 大少爷请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跟一个女人过不去 我想你也得好好地考虑考虑我们贾总长的意思 我想大少奶奶的身价 绝对不会低于获释股份的百分之五十吧 这可是比划算的买卖 孰轻孰重 不用我说 大少爷应该明白 陈副官 那什么时候可以放人 放人 那就要看大少爷了 好 我会考虑 不过如果无瑕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绝不会上把甘休 还有这件事情 千万不能让我爹知道 为什么不让我知道 为什么不让我知道 爹 大哥 这 陈副官 请你回去转告甲族长 你们要杀要寡惜平尊便 我霍晚才在江湖闯荡了几十年 从来没有被人要挟过 过去不会 即后也不会 爹 我看您还是跟大少爷 好好地商量商量 这事不急 这么告辞吧 老爷 老爷 我的消息没错吧 我就说无瑕不老实 让您看着点 现在可好 事情弄得这么大 要是传出去我们霍家大少奶奶是乱党 我们霍家还不得收钱 你能不能给我闭嘴 大哥 我看现在应该先想想怎么对付贾巨妇 无瑕还在大牢里呢 是啊 二叔说得对 咱们应该商量商量怎么救无瑕 我告诉你们 无瑕的是谁也不中管 我不能为了一个欲无瑕 连我们霍家的鸡业都不要了 听明白了吗 爹 怎么 你没听明白我说的话吗 东青 你是我们霍家的未来啊 你不能为了一个女人 连家都不要了 男人是要做大事的 不 无瑕是我妻子 她嫁给我就是我的人 更何况无瑕曾对霍家有恩 如果我连自己的妻子都救不了 那我有什么资格成为霍家的未来 什么 你说什么 爹 这个家我可以不要 但是无瑕我绝不能不救 烦了你 大哥 大哥 你别打了 大哥 半才 你要打就打我吧 娘 你别这样 你打死我吧 大嫂 你这是干什么 不 娘 你别这样 你不答应 我就是不起来 好好好 我听你的 好 来 大嫂 东青 我不逼你 但是不允许你离开霍家半步 我现在再跟你说一次 吴侠他是自找的 跟我们霍家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不能让我们霍家的利益 遭受任何的损害 明白吗 爹 我也希望你明白 吴侠也是霍家的人 你 老二 还愣着干什么 把他给我拉回屋里去 东青 爹 走走走走走 爹 我不会放弃吴侠的 我一定要救他 一定会的 东青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爹 东青 你不能见死不救 吴侠对霍家有恩 我一定要救他 董长 他来了 贾总长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万红老弟 你知道我是个粗人 从来不会拐弯抹角 咱们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找你是有事让你帮忙 帮忙 对 这么多年 你在霍家过得并不如意 不过现在有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难道你是说玉无侠 对 如果你能说服你大哥 让他让出一些股份给我 那我就保证 日后让你坐上总经理的位置 商会会长 这样你在霍家的地位可就不一样了 好 好 我可以答应你 不过我也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要保证无侠的安全 一旦你达到目的 你必须立刻放人 没错 霍家的确亏欠我很多 这么多年来 我只是想要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不过我毕竟是霍家的人 无侠是霍家的招牌 又是霍家的大少奶奶 告诉你 我佩服这个女人 所以我不想他死 好 这是有情有义 我答应你 我一旦拿到股份 马上放育无侠 了 我一旦要死 你要死了 你ض了 你你莫发 你我一旦過了 好 你我应该来 我已经没关系了 指高手 我梦 Ministries